簡報24頁這個新字圖加上AI MyMap也是很不錯的一個工具 那我想我們在學校場域 其實很多人都有在用新字圖 新字圖它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把 很多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用比較有 這個 架構的方式 讓它可以比較清楚的呈現出來 那麼MyMap的部分 MyMap的部分呢 它本身這裡有兩個連結 那我會建議老師你從後面這個連結進去 因為呢前面這個連結 只能免費使用7天 它要你注射 那你從後面的進去呢 就可以先暫時免費用一段時間 你如果用的比較多它還是會要你登錄 因為這個流量還是有限 你就可以從這邊打開 它目前有提供 就是11種免費的工具 包括新字圖 腦力機檔 然後像什麼 Swap分析啊 那些通通都有 你看在這裡 第一個就是這個新字圖 下面這個就Swap分析 那也有看板的 甚至呢你也可以把它做成簡報喔 這裡有個叫Visual Presentation 看起來其實好像分成11種 可是實際上其實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好 那線上老師呢我看一下 有人說用一般Gmail有沒有外掛 好 另外一個老師問Copilot的 Suno深層可以下載 可以啊 這個它是可以的 在它那個 就是深層的 我剛把那個畫面關掉 就在它的下面 那個深層音樂的下方就有一個 分享跟下載 那個是可以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 你看不用登錄 一樣 也沒有廣告就可以直接進來了 好所以假設你要這個 點開它 現在都有中文喔 我之前寫那篇文章介紹之後 還沒有中文喔 現在呢你點進來 它都會自動把你切成中文 今天沒有 好像又有點跟之前不一樣的 又改版了 好沒關係 這個就是它的介面 長得像這樣 但是你跟它 問中文都是OK的 沒有問題 那我先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在這邊 你看簡報這邊我有 先提供這個 比如說最近 已經半年了嘛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 這個衝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要問他這個問題 那我請他幫我用 新制圖的方式 來把這個架構 秀出來 好那你看 最近他這個網站現在用的比較多 所以 我平常上課的時候 白天的時間我就覺得 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好那你看 這是整個這樣進來的 那這邊呢 如果你要看得比較清楚 Ctrl加滑鼠的滾輪 有沒有 一般網頁放大縮小 就像這樣 放大縮小 好所以 你看我在這裡 那你要平移 就是按鍵盤的 空白鍵按著 也可以 好 好那因為這個是一個 圍堵的版本 所以各位只能看 那你看喔 他就告訴我 這個裡面 有他的衝突的概述 對不對 衝突點是什麼 近年的發展 是怎麼樣 然後呢 他有沒有什麼 所謂的歷史的背景 那其實說真的 把AI跟新制圖結合 他不是第一個 可是呢 我們MyMap一個很大好處是 他 生成的這些內容 你是可以修改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增加自己的東西 也可以怎麼樣 再繼續問他 比如說你對他這個歷史背景 想要多 更多一點了解 你可以請他再多做一些解釋 所以你可以想 看看喔 我們在教育現場 如果 老師我們直接問同學 你對於這個以色列班斯坦的 衝突有沒有什麼認知 通常下面都 一片極淨嘛 所以你可以讓同學先用AI問 可不可以 可以 那我們 我們 有了一些基本概念 我們再來討論 因為AI給你的不見得是正確的 或者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或者甚至他有提到 課本沒講到的 那我可不可以再從這邊再去延伸 是不是都可以 所以可以像這樣去問 那當然呢 你也可以 讓他用視覺簡報的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的問題 我請他用 這種方式生產 也就是說把新制圖當簡報來用 雖然他不是像什麼Gamma 那些那種 就是聲稱比較漂亮的 可是新制圖 拿來做簡報也是很好的一個工具 就是概念式的 因為他一樣會幫你有圖有文 好 你看 進來了 有沒有 這裡有六個 那我就可以像這樣 上一頁下一頁 這樣是不是一樣做簡報 還可以放大縮小嗎 看不清楚 放大縮小 是不是 維持我們的新制圖的特性 所以 這樣子呢 也是一種方法 好 那 另外呢 像下面這個 我就是 請他幫我用看板的方式 來生成 那因為現在 很多 同學也好 或老師也好 出所謂的情境題 對不對 你就把他當AI啦 跟一般的確診一樣 你看 高中裡面有沒有 地理有這個 閒海 這一課 好那我就請他 來幫我 用漫畫裡面大雄和哆啦A夢的情境 作為主題 來做一個發想 好那你看喔 就把他打開 所以現在老師要考情境題有沒有感覺 容易很多 AI什麼 最會 最會換句話說 所以 他可以 有很多很多的想法 你看 有沒有把情境先幫我們描述一下 對不對 所以千萬不要在 老師在上新聞說你怎麼拿 跟去年一樣的考題出來考 那個老師就是沒有用AI 所以 用一下 然後 這個時候呢 他是不是題目 答案 選項都給你了 至於 這個適不適合 就是老師 的專業的 對吧 用你的專業 來輔助AI嘛 好但是呢 他給你這些 情境 給你這些題目 當作是一個參考 好 那所以各位 你 了解 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現在就實際來做看看喔 看你要用這個 這個 11個工具裡面的哪一個 都可以 那你看 我就請他幫我深層 剛剛 這個題目 我們按 開始 其實剛剛這個 他現在新的 多了就是 一些提示給你 之前 比較沒有 之前就是這樣一列就好了 那你會看到他過程 還是跟我們用Church GT一樣 就是慢慢的把這個結構深層出來 那如果萬一你問他的時候他有回答那個英文的話 你還是一樣告訴他請用版體中文回答 好 有沒有這樣開始進來囉 來他現在這個還有問我喔 就是 你要看的是哪一方面的 好我就跟他講我要看歷史背景 也就是說他現在有時候會像這樣子多 多問你一個啦 好 那這個時候他才開始生成 所以如果你發現 怎麼沒有 直接生成 就有可能他有問題在問你 好有了 來各位你看一下 有沒有這樣一個一個慢慢生成 那一樣的你就可以 加滑鼠樓滾輪 把它放大 等到他生成完了 他問你要不要保留 因為有時候可能你問錯了 或者是你覺得不滿意 你那個結果是可以捨棄的 糟糕 如果你有出現這個啊 就代表 你就很難再用下去了 因為他就是七天 重新整理當然可以 可是等一下就出現了 所以 最近因為他那個流量 大很多 所以我發現 我最近幾次在用 有時候會出現 這樣的 這樣的狀況 也就是說你最多就是只剩下有七天的試用期 但是沒關係 各位你可以做個參考 好不好 好如果你待會 使用的時候有出現這個 我們就 先暫時離開 反正 新製圖的部分 其實 現在包括 我們台灣很常用的一個叫 Smind 他也有類似這樣子的一個 AI的服務 只是他也有限制就是你 免費的 可以問的那個額度 是多少 這樣子 好 OK 我們先試看看 如果真的不行 就 再說 好 各位你看 這裡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生成好了 好 然後 問你要不要保留 對不對 好 我把它保留下來 OK來我們放大一點 你看 他說殖民統治時期 就是 鄂圖曼 土耳其帝國 好從這樣過來的 那如果你想對這個 有更多的了解怎麼辦 你看我點到這個 點到這個節點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他的上方 除了你可以改他的顏色 你可以直接Delete 把這個節點刪掉出來 有沒有發現還可以問AI 如果你想更了解 英國委託統治的 你可以請他怎麼樣解釋一下這個概念 或者是把他講得更長 講得更短 或者修正他的語法 這樣是不是都有 所以如果我希望他幫我解釋一下 他就會在我們的右手邊 又來了 他在右手邊會繼續生成 我看一下 還沒有出來 點他一下 所以這個是 跟用這個新制圖一個 很方便的地方 好啦 現在暫時不能生成 沒關係 好 所以 有AI的幫忙之後 其實說真的 新制圖就會變得更好用 這樣 大家都OK嗎 可以喔 線上的 同學跟老師有沒有 有遇到 跟我一樣的狀況的 哈哈 因為他最近 使用量真的比較多 所以 以前在這邊免費的 比較不會有 出現這個狀況 怎麼樣 就很近 在這裡 不會有 從前 你 你 谢谢观看